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689集 我家夫君在休息 呼的一声 一阵阴风从香囊里掠出 房间内温度迅速降低 一道虚幻的身影出现浮于空中 他面孔呆滞双眼无神 人死后 天地双魂立刻离体 处在浑浑噩噩的状态 人魂藏于体内七日之后才会出来 这个时候 天人两魂会过来寻找人魂 三魂齐聚 就能找回生前记忆 摆脱魂噩 头七的说法便是由此而来 这个年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 对我体内的气韵了如指掌 我或许能从他身上问出核心机密 许倩深吸一口气 感觉心跳加快 血液沸腾 很久没有这么激动了 就在这时 他耳阔微动 听见院子外传来 酥酥娇媚的声显 你不能进去 我家夫君在休息 他不准任何人打扰 然后是邱柴仪不太高兴的声音 我就先去看一眼 柴仪道长虽然是初家人 但也该织男女大房 深更半夜的 哪有往男人的房间里凑的 许公子对天帝会有大恩 我进屋探望怎么了 出家人风光际运 问心无愧 哟 还问心无愧呢 你们天帝会三十四位弟子 怎么就你一个人过来 还不是缠他身子 你你你 秋柴仪扫得面红耳赤 你什么你呀 一副少女怀春的模样 姑奶奶是过来人 就你们这些小蹄子心里想什么 我还能不知道啊 苏苏掐着腰 像一只好斗的小母鸡 我家夫君好色如命 鸡不择食 我劝姑娘还是保持距离 长点心 否则破了厨子之身 最后被使乱中气 说出去也不好听 苏苏喝了一声 哦 或者 这郑重禅医道长下怀 我 我去找金蕾世叔 秋柴仪一个小姑娘 哪里逗得过老鬼苏苏呢 羞愤的一跺脚跑开了 去找金蕾道长 许谦看了一眼 漂浮在房间内的魂魄 叹了口气 默默地收回香囊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过于心急 山庄里有楚元枕等高手 耳目聪明 就算不特意偷听 万一路过什么的 分分钟就把他最大的秘密听去了 先让金脸道长他们安心 然后找杨千怀 不止隔音阵法 许清安把香囊挂回腰间 打开门 朝着院外的苏苏招了招手 苏苏双手背在身后 脚步轻快地进屋子 嘴里哼着小曲 许清安心味道 嗯 看来你对自己的身份 很有归属感了 这位美艳无双的女鬼 虽然嘴上抗拒 但心里却很诚实 早已带入许家小妾的身份 对试图勾引自家夫君的女人 抱着强烈的敌意 我只是觉得破坏你的好事 诋毁你的形象 充满了快感 苏苏俏皮的黑黑两声 洋洋得意 男人就是喜欢自以为是 自己体验着棒打鸳鸯的快感 他却以为是在为他争风吃醋 许清安呢脸色一沉 伸手按在苏苏的肩膀淡淡说道 等你有了肉身 我会让你知道的 苏苏昂起头 朝他吐舌头半鬼脸 污昧风韵中便多了娇满可爱 谈话间 金莲道长赶来 身后依次是白莲道姑 李妙真楚元枕 以及南疆小黑皮和横远大师 杨千焕和南宫倩柔没有来探望他 明日便要决战了 我们要提前商议一番 你感觉怎么样啊 金莲道长抓起许清安的手腕 把脉之后脸色有些沉重 休养三五日便恢复了 明日的战斗 抱歉啊 他现在的情况是 身体气力已经恢复 气机却没有 能打 但发挥不出太强的实力 除非敌人也不用气机 跟他打唇肉搏 那很不妙 突然 白衣人影一闪出现在房间里 面朝窗户背对着众人 杨千焕悠悠说道 我布置的阵法有八层 每一层阵法的阵眼 都需要一位高手镇守 我本来根据你的金刚神功 刻意布置了一层防御阵法 虽然夜里一战大获全胜 斩杀了年轻公子哥 和两名四品巅峰级护从 但这两人本就是多出来了 而己方折损了许清安这位大高手 许清安沉吟 南宫倩如可以补位 杨千焕好不给面子的呵呵 呵呵 相比起你的金刚神功 四品五福的体魄还是差了些 你别忘了 怀王密探手里 有火炮和床弩 金莲道长摇头 南宫金罗本就在计划之中 并不是多出来的意外之喜 敌方有地宗六位四品 一位三品静的道手分身 怀王密探 两位四品武夫 其余高手若干 武林盟 一位准三品的超级高手 若干个四品门主帮主 己方 可以确认拥有四品战力的是 金莲道长 白莲道姑 楚元枕 李妙真 许清安 以及杨千焕和南宫倩柔 对比之下 天地会仅能对付地宗和怀王密探联手 但因为主场优势 布置了阵法 才有底气和诸方势力抗衡 在金莲道长的计划里 只需扛过莲子成熟 就可以弃了山庄 不必苦手死战 前提是得能守住 不对啊 无论我的状态有没有恢复 其实都守不住莲子的吧 据说我能逼退江湖散人 以及一部分武林盟四品高手 但是财宝动人心 不可能人人都卖我面子 顶多就是到时候手下留情 如此一来 其实最后还是守不住 想到这里 许清安心里一灵 意识到了不对劲 金莲道长他 他有什么仪仗 念头方琦 便听金莲道长温和的语气说道 许清安 你有什么想法 许清安摇头 金莲道长略带于伟文的眼睛 温和的看着他 再好好想一想 许清安眯着眼 盯着他 两人目光交汇 看似平静 实则有无数信息 在隐晦的闪过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